绝剧 两个黄梨 鸣翠柳 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整个强朝是遍体鳞伤 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 如今是人去楼空 安定祥和的村落 如今是哀鸿遍野 为了活命 连诗人杜甫也不得不开启了狂奔模式 有枪林剑雨来袭 快逃 有毒蛇猛兽偷袭 快逃 有暴雨山洪突袭 还是快逃 逃啊逃 大诗人都落魄成大野人了 终于在又一次逃难之后 杜甫竟然逃到了一片 神奇的世外桃源 成都 这里风而轻轻 鸟儿鹰鹰 还有车水马龙的闹市 熙熙攘攘的码头 真是一派祥和啊 有了这般天时地利 杜甫自然也从野人变成了闲人 没事就在窗前坐坐 没事就写手小诗乐乐 绝句就是这样一首 悠闲自得的诗歌 诗题绝句 其实是一种古诗的体材 特点是只有四句 每句五字便称为五言绝句 每句七字便是七言绝句 杜甫在随性创作时 时常偷懒不拟题目 便以绝句作为题目 这首七言绝句便是如此 春天来到了 外面的景象 每一天都在悄然改变 这天清晨 杜甫刚一推开窗 就惊喜地看到了 两个黄梨明翠柳 窗外的柳枝 似乎比昨天更翠绿了 枝头的两只黄梨鸟 叽叽叽喳喳 正为春天鸣唱着 光快的歌曲 那一抹鲜黄与翠绿 一同在微风中摇摆着 为春天拼添了几分生机 杜甫的目光再往上看 恰好捕捉到了 一行白鹿上青天的名利画面 青是从一种名为 蓝的植物中提取出来的颜色 所以古代的青色 就是现在的蓝色 天空蔚蓝如镜 一道白色的倩影 突然飞闪而过 原来是一行白鹿鸟 正在蓝天中 举行飞翔惊计 当杜甫的目光 再往远处望去 窗寒西岭千秋雪 便映入眼帘 寒是包寒的意思 西岭的雪山被包含在了窗框之中 有如镶嵌在窗框里的美丽图画 山顶的矮矮白雪 似乎已经堆积了千年 从来不曾融化 当杜甫的目光 再回到近处 发现已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门前的码头 停靠着从东吴一带 不远万里而来的商船 人来船网 让寂寞了一个冬天的码头 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诗人们都很热衷于寻找春天 寒雨惊呼 天接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 尽雀无 原来是在若隐若现的草地上 发现了春天 白居易高唱着 人间四月风飞进 山似桃花 史盛开 原来是在落英缤纷的桃树下 发现了春天 而杜甫呢 他读不出户 却能势通万里 只是平窗眺望 就发现了满世界的春天 他发现春天 在柳树的新衣里 在黄梨的歌声里 在白鹿的虎兹里 在千年不化的西陵雪山上 更在从万里之外 行驶而来的商船上 如此开阔的境界 让我们看到了 居住在草堂里的杜甫 胸襟开阔的一面呀 两个黄梨明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穿寒西陵千秋雪 门伯东吴万里船 颜色 消灰 魔鬼 颜色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